好继续带您关心花莲县呢 这一次在120年度国民小学足球世界杯赛中大放异彩 其中除了布什国小荣获女生组的冠军 瑞伟国小女生组以及崇德国小的男生组 也获得了殿军的殊荣 那么县长徐真卫呢是 责到亲自颁赠奖杯以及奖状 肯定他们在比赛中的表现 富士 瑞伯 崇德 三所国小 都是人数不到百人的小型学校 但这次仍然在112学年度 国民小学足球世界杯赛 全国782只参赛队伍中大放异彩 其中除了富士国小荣获女生组冠军 瑞伯国小女生组及崇德国小男生组 也获得殿军的殊荣 华林县政府其实我们无论是对县外的比赛 或者是我们国际的比赛 其实我们都有编列机队来支持他们 无论是交通住宿 还有我们的餐食的部分 在去年开始 去年开始我们就整个都提高了 所以我要谢谢所有的校长 还有所有的教练 那今天真卫阿姨又准备一点小小的 小小的加菜金给大家 那你们可以 县长徐真卫三号下午亲自颁证奖杯及奖状 肯定他们在比赛中的优异表现 并表示县府未来会持续争取相关资源 完善教育与训练模式 整合系统规划的推动 提升华林县足球实力 以健全三级结构达成培育的目标 并作为选手最佳的后盾 记者 徐丽晴 华林市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